我先講一個啦 今天有下雨嗎 剛剛你要騎的時候一大片烏雲飛過去你沒看到嗎 沒有 剛剛真的一片烏雲我沒有在開玩笑 我上場就放晴啦好不好 就是你上場烏雲才來 好啦我們不要討論這個 欸每次我們都拍到最後 就是小三亂講講到後來我 你看不是你在這裡是因為他剛才拍完 我在這裡也是因為我剛才拍完 你看鏡頭對一下 小老婆卡布里在那邊 因為我們認真啦 認真拍片好不好 不是欸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要搞得那麼趕 你有感受到嗎 我是覺得還好 重點是因為他試坐車沒那麼多 啊你又請了一大堆媒體 那有些人來我也不知道來幹嘛的 欸不對你 你這樣攻擊我到時候不能用 不是啊可以啊為什麼不行 我們就認真拍影片對不對 拜託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還在那邊出一夜去奶奶 對真的我們需要多一點時間 拜託讓我拍 每次要拍到最後 好啦我進去拍我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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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Ben 這個我們來到了利寶卡丁車廠 非常熟悉你看 翹班車手我們過去在這邊辦過活動 那今天呢主要試乘的就是近戰六代 那一樣呢 如果你想要看到完整的介紹 這一次我們真的做的還蠻完整的 然後我們把連結放在上面 可以到我們SUPERMOTO 8的頻道去觀看 那我這邊呢 實在是這個廢話不多說 因為其實你看到 車子已經被收走了 我實在不動 這個他們今天節奏到底在快什麼 真的非常趕 現在4點多 我們已經沒有可以試乘的車輛 或者是講車的車輛 好今天我們 我這邊就不做太多的廢話介紹了 直接帶大家來看看我第一人程的騎乘 以及分享吧 好的各位觀眾 這個有沒有在錄啊 有有有 好 各位觀眾 近戰六代 好 這個我們來試試看喔 他這一次 大改款 動力提升 最大馬力30% 扭力17 17% 最大馬力做到12P喔 老實說啦 12P其實也不稀奇 因為很多水冷車 也到這樣的動力 但是對YAMAHA來說 過去 他們很多新車都做得很保守 我們就來試試看 好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喔喔 喔喔 這個 靈活度非常好 但是我不確定 是不是因為他們胎壓 是用原廠胎壓制 那我們一樣讓他輪胎暖一下 那這一次呢 他們夏利保的車 中柱也拆掉了 所以 其實他的傾角 應該是可以把他完全發揮到極限 哇 我現在出來的感受就是 他的靈活度還是跟過去 一樣相當靈活 那因為今天試車的關係 我們也不做出什麼很激進的卡布動作 那我們就是把線給拋好 好喔 12匹的動力 那我覺得比較可惜的就是 過去其實我們有很多參考依據 是在桃園的大魯閣卡丁車場 那如果他們這次是辦在大魯閣卡丁車場的話 我比較能跟大家分享 許多跟其他車的比較 比如說像是DRG 但是今天來到這邊之後 他的整體的layout跟格局被拉大了 所以你會變得比較少參考依據 但我們就 我就盡量試著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提成感受最直接的 好 首先 現在我只是順順騎喔 也請腳喔 因為我也沒有用太大 我覺得在騎士空間的部分 如果以RACE來說 他整體車輛的設置是比較方正的 所以 對於這種RACE的騎士來說 我覺得身體的自由度跟舒服感 是相當明顯的 那其實過去 上一次我們在 在四倍耐力的輪胎的時候 我就騎過近戰 我覺得近戰就比起其他家的這種 競技125 來的在這個身體姿勢部分 會更好 做出這種卡布的姿勢 那這次呢 他在軸距的部分有身家喔 我記得沒錯 大概35mm左右 所以他理當在 這種高速的穩定性 應該是要提升的喔 現在我覺得啦 老實說他的動力真的變了 比起過去充沛許多 但是來到力寶小卡丁車廠 你還是會覺得 他如果可以再多個幾匹 你會更好 那我覺得他比較 讓我覺得最直觀的 優異的感受 就是他的靈活度 那個靈活度的感覺 就是過去 YAMAHA近戰車系 所傳達出來的 最直接的感覺 好那我們來試試看 他的高速彎的部分 一號算是高速彎喔 一二號彎 好 喔齁 可以可以 我剛剛 其實有刻意忍住一點點 然後 只收了一點點油門 其實他就進去了 老實說我還沒有騎過 這種一般速可達 在這邊 衝一號彎的感覺 心裡會怕怕的 但是其實他剛剛整體來說 處理出來的穩定性 我覺得都還蠻OK的 好 我們用後煞車來修現喔 那這次我覺得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的後煞車的疊盤尺寸加大了 那過去呢 我們自己 我自己早期玩T-MAX的時候 這個很多車友都會去改後跌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 利用後煞車在彎中的時候 穩定車身後避震的坦跳之外 他可以休閒 比如說我現在進去的太快 我可以用後煞車去拉住 他整體車輛的這個動態 那會讓我的車身更速度降下來 然後轉進彎角 那我們來試試看 帶著一點點後煞車 我覺得 他車尾速度雖然做得很快 但他車尾其實就被整體的穩定度 就被壓下來了 就不會那麼晃動 一號彎一樣 我們帶一點後煞 好 雖然我跑開了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後煞的 帶上去之後 他對車輛的穩定性所帶來的幫助 好 另外以我自己的身高來看喔 我的身高有180公分 但我覺得他這一次的 這個車身尺碼應該說近戰 他的整體的車身尺碼設計 以我這樣身高高的人 我都不會有那種很局促的感覺 煞車 那我覺得他的煞車整體的 這個反應也蠻好的 煞車是非常線性好控制的 好這邊帶後煞車 慢慢的讓線走進來之後 再開油出去 還不錯整體的感覺 謝謝 哇你可以感受到 這種 小輪鏡的靈活度真的非常好 我幾乎 不用坐太深的行腳 也沒有坐太深的行腳 他就可以把很多的彎 轉的真的不錯 一號彎 好 稍微趴一下車 好 帶重煞車 可以喔 他的車身剛性我覺得 真的感受上面 因為我沒辦法跟上一代做比較 我沒有在這邊騎過上一代的感覺 但是我現在已經把速度 做得更快一點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他剛剛在重煞的部分 我並沒有覺得他車架 有帶來那一點點的晃動 跟穩定度不好的情況 那我想他的車架在加強之後 你們應該就可以 再把整體的懸吊 設定的更加Hardcore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尾速可以拉到多少 93、94 大概拉到94、95左右 然後衝入1號、2號彎 好,這邊就是重煞彎 好,我覺得 他確實在重煞彎的時候 整體的這個 車架處理穩定性的部分 處理也真的蠻不錯的 這邊一樣要重煞 然後換帶到後煞 開油 開早一點 把線走完 這邊就帶後煞了 讓他把車輛帶進去 那因為我們沒有其他車做比對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 他的力量確實是很充沛的一路 至少在以原廠狀態下 這個直到 我的車速都會一路的往上加上去 並沒有有拉到後面 速度上不去的感覺 所以我想這個應該是他可變氣門 所帶給這個車輛的改變 好的 這個結束了 15分鐘 這試駕 好 那我覺得我說真的 我比較覺得可惜的點就是 過去我們在這邊試的速度 參考依據不夠多 所以我沒辦法很明確跟大家講出說 他這一點比哪台車好 好的 我覺得這個 對阿 參考依據是有點少 但是 他就很像是一個統規賽一樣 我覺得比的 這個車喔 好不好就是 比你上車之後 你多久可以玩起來 像我剛剛上車之後 我覺得很快 你就會覺得他有他的樂趣 真的 真的 樂趣漸漸出來 那你就會想要再試探一下他的極限 那以我剛剛那個熟悉度來說 我覺得他整體來說的試探 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好的 看完剛剛的試駕呢 我相信你對這個新近戰 是不是有所了解呢 老實說啦 我摸著良心講 15分鐘 要我試一輛行車 在這樣的場地 在沒有這樣子的組合過的場地 我覺得 我不能很客觀的講出 任何非常標準的試駕的感受 但是呢 有些東西當然就跟我剛剛分享的一樣 那是最直觀 最直接下場的感覺 好的那對我來說呢 我覺得啦 他的優點當然還是在於 YAMAHA過去那個調教非常 Balance非常好的車身動態設定 所以在攻克一些小彎的時候 他整體的表現 穩定度非常好 同時呢他在軸距拉長之後 然後輪胎的尺寸加寬之後 在這個比如說1號彎 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他依然可以保持 像是那種旅行車設定一般的 長軸距設定一般的車一樣的穩定性 但是呢我可以 我覺得很直接的跟大家講 我覺得這台車呢 對我來說 與其是現在騎起來怎麼樣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他給你一個新的改裝平台 因為大家都知道 過去YAMAHA車很欠改 那這次呢 他給你的隨人引擎 我個人認為啊 我覺得他這個動力啊 絕對還有很大的升級空間可以提升 所以呢 你買的這台車呢 就是你擁有一個新的體質 可以讓你有更多的玩性 可以繼續的改下去 好大家 我覺得我自己 關我自己來批評這台車 來講這台車 可能不准我們來挑一些 今天有事成的媒體 來詢問一下大家的感覺好不好 駛起來蠻靈活 路外蠻穩的 但是 煞車 煞車跟懸吊 要強化 我覺得懸吊還是太軟了 我覺得不是準 就是有一點 那種不協調感 會嗎 我覺得很協調 沒有就是 過關因為很協調 就是入彎前就 那個抖動 我到現在 我沒辦法比起 還是你煞的太重 我比較重 不是煞的太重 是人比較重 是人比較重 好那你覺得他的動力 到底對你來說有什麼感覺 夠用 好 我覺得比之前強很多 所以每個人的體感 沒有 第一個我體重重 所以我對於煞車的那個 負荷是 比較重 同志滴有看過嗎 好 86比較輕 煞車耐的比較久 然後GTR就 所以再讚美我就可以 感謝你 我覺得動力變好 第一代是一氣合成 對 那VVA引擎真的是很順 對 我覺得他氣有變長 有他有變長 對 可是他怎麼樣就是8000到9000而已 是 我覺得這是阻止 因為我們試MS15 一樣的問題 網友把阻止放輕之後 加速感就回來 瞬間 你說前面的第一一下的力量 對 整個整段加速變快 所以改裝之後 應該就可以解決 如果你的電腦 把線速解掉之後 應該可以在網上 因為你看馬力出現在8000 8000耶 8000耶 那什麼東西啊 但是我們今天討論到改裝太快 好啦 那我們講講 那你覺得缺點 缺點喔 煞車不行 然後前後懸吊不太匹配 為什麼你跟他講的都一樣 但我覺得其實懸吊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雙載 這樣你懂對不對 雙載不行 我知道我這樣啦好不好 這樣大家都知道 雙載 這一代的軸距比較實 所以他在過一號彎 那種長彎的時候其實比較不定 但是他到中間小彎的時候 你會覺得稍稍需要用點力氣 把車帶回來 稍稍用一點點而已 好 因為我覺得小彎其實他處理的 還蠻OK 我覺得OK 但是因為我在這邊 是沒有跟其他車的比較直 所以我覺得 講這個就有點 不太準 其實 這次應該拿一台五代站 讓媒體騎 他們知道 沒有不然就是 他直接就搬在大陸 因為我覺得大陸的參考值太多 因為DRG也在那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點 如果可以固定一個場地 嘖 他們也省錢 都貼心了 你幹嘛這樣 我們也不用塞車 多點預算給媒體 多點預算給媒體 這樣很好 我們就可以好好的來廣宣一下 這段可以剪進去嗎 可以啊 其實前段跟舊的差不多 六七差不多 但是重點是他後段的 整個延伸性 確實 確實是整個 有在一直持續往創生 對 因為我也感受到 其實他可以一直加速到 一二號來 我自己有這樣測嗎 我自己稍微看了一下 我在進一號玩 煞車之前 是時速95 是 這跟之前是 其他150的車 其實這個速度差不了多少 所以其實他是跟得上 對 但是他的動力其實 可能騎起來是無竿的 就是等要看數據 才會發現說 他真的是還蠻有力的 是 因為畢竟我覺得 過去我們其他的速度差 其實是在大魯閣 對 來到這邊我突然有點 手忙腳亂 我想說我要怎麼比啊 DRG也是在大魯閣 整體來說 其實他最妙的就是 因為他在前傾腳 他有稍微瘦一點 所以其實在靈活性上來說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然後尤其是他的整個阻尼 應該是設定的蠻強的 對 所以在 譬如說在左右換位的時候 其實他的靈活性 並沒有太差 當然那個軌跡還是 稍稍跟進展有 那麼一點點不同 他的軌跡還是會繞得稍微大一點 對 但是那個靈活性基本上 是還不錯 我是覺得他其實 因為這樣的關係 一號彎處理就高速 感覺比較 穩定性比較高一些 比如說ASMAS 這種長軸的旅行車型 跟一般標準業務的 中間 有一點接近 對有點那種中間值的感覺 重點是 如果是在一般道路 就是大家都會使用環境的話 其實一般道路這樣子 在整個騎乘上來說 他的整個操控感受 應該是會覺得駕駛更多 好 那講缺點 缺點 龍頭 龍頭為什麼 沒有他 我覺得這個原因還要再找 但是我在直線高度行駛的時候 他的車頭是會一直跳 對 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感受到 還是騎著車不同 有可能 但是我問過很多 剛剛的意見 他們也都有這樣 那你覺得他的懸吊平衡性 就是協調性好嗎 整個前後配比 說實話 我覺得是還真的還像 車頭跟車尾的動態 還是稍微有一點點分開來的 還可以再更好 就是對 好的 我想經過剛剛 跟大家反覆的交叉比對 跟詢問之後 我相信大家對於 行進站的了解 應該更深了一層 但是我老實講 你要一個人15分鐘 要試出一台車的車性 即使大家都騎過這麼多車 精準度還是真的有一些落差 所以 我在這邊還是建議大家 剛剛我們講的那些東西 大家都當作參考 因為每一個人使用車的習慣都不一樣 比如說我自己有4R 我自己有尾式排 如果跟每一台車比 他的結果可能都會不同 讓其他人又是4不同的車 所以我覺得又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歡行進站 你想要買行進站 這個去到展示間 實際觸碰這台車 實際看這台車 然後實際試乘看看 我覺得最準 以上就是針對這次的行進站六代 做的一個分享 記得鎖定網站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再次見